文字 爆算 拿著菜頭跟粽子高喊豆蒜 首場市議員湘挺搖文智活動 全都是在罵現任市長柯文哲 一個市長 黑龍市長 叫你說他對業政績是如數加增的 像整個報告他想要做什麼 我說真的 新年輕人齊齊柯文哲 我們是全力以赴 他所有的專票 都是他民主黨的基礎往上跌的 這次民進黨跟柯文哲分手 派出姚文智 民進黨基層已經開始動起來 不過網友對姚文智似乎沒什麼好感 對比柯文哲市長任內還債520億 網友反酸姚文智只會震見撒錢 有134億是房屋稅 地價稅 超收來自於人民 還有一筆是四五十億的遺產稅 是來自於台北市突然發生了 有一大筆遺產稅的收入 還有部分是挪用了捷運的調度的基金 這個是真的省錢嗎 不僅如此 姚文智請出立委吳思堯和政委張景森 擔任競選總幹事 柯文哲也有恃無恐 說自己跟這兩人都很熟 赤福七八萬的員工 我相信我的朋友比柯文哲多很多 姚文智很有信心 不只比朋友多 更要比誰的政見做得好 黃韻新聞 柯文璞 黃韻成 台北報導